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旗嘉宾是彭泉七段 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盘旗呢给您带来的是 朴婷桓他直黑对战Master一盘旗 Master是直白 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对然后这盘旗韩国的朴婷桓 下出了这个最最常见的新五个角 对 Mosda一如既往的好像你不管是手哪 怎么手它都手这个角 让我们看下一盘 白旗黑的手角 非常的稳健 四个角都被守住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白旗黑的拆边 这时候活乱不惊 然后这部戏也是标志性的Must流 然后这时候贴的话 好像感觉不是特别理想 好像之前也有其实我们尝试过了 就这盘旗 朴婷桓选择了爬 我觉得本身爬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爬完以后 我们来看下一步 下一手肯定好像是在这分头 对分头 他就是他觉得我猜到了 结果我先分到了 你这战事我就不管了 从当时的对局心态来说 这步骑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我相信很多高楼都会快速的去抢占这个要点 但是我们一会看看连环拳以后 Must的连环拳以后 我觉得这地方可能这地方又得打问号了 这步骑是吧 对打问号了 下一步Must的骑是靠在这儿 对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靠的话 黑漆是不能发力的 退是本手 就是是局部的最佳的一手 请问问到扳行吗 扳它有一个扳 扳完以后非常的痛苦 你如果是突破重围的话 就有一个连扳 马上黑漆就哭了 因为我们普通的吃已经吃不掉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子 这个黑白漆肯定是不好的 损控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以后 这有个子就给接上了 这个打穿了 黑漆给他 它这个子用上了 所以你打不了 你只能退的话 这个脚被破明显是吃亏了 所以说它扳不出来 它只能退 然后白漆飞入 对 然后这时候 黑漆是往这拆了一个 应该算是吧 对 因为他没有看懂 朋友还没有看懂 马上他要干嘛 因为他觉得那个脚已经很厚了 对 反正我这步骑总是对的 价值很大 对 反正正常的拆边 这步骑总是大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 白漆立下 立下 然后黑漆 因为这不能被虎了 虎是先手 所以它挖出来也很正常 主要是下一步骑 下一步骑 可能疏忽很多骑手的意料 这个骑吗 对 它非常淡定的拆了个二 然后一端完以后 它就非常淡定的一退 然后这个时候 下到阵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我觉得黑漆越显尴尬 尴尬在哪呢 全部看到这个子的位置 就之前拆边那个很厉害的 那个子的位置 现在就是 白漆华就会觉得 不是很好走 首先它不能走这了 那被打入 这个我们看到 不死也残了 因为你已经撞墙了 黑漆白漆就变太强了 它赶过来以后 这个子被攻肯定不能接受 而且这边也无所谓 你就吃一个子 所以说它正常得补上面 补上面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怎么补 就是好像头就痛了 我觉得黑漆 实际上这个补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 就不能下了 这个骑吗 对 就是从紫销上来说 既不骑 我个人觉得走火入魔了 就是绝对绝对 骑门绝对不能下 就走哪我们不知道 但是绝对不能下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子摆成这样 我们看到是不是 把黑漆已经不是很有力了 你大飞拆盖已经很普通了 我相信手脚的话 首先手脚不着急 可能手脚守在这里 或者这里 对不会有骑我们守到小飞的 因为小飞的话 有个最大问题 点脚没守住 至少是一个打结火里面 对吧 我们不可能是在守一守 等于是我们还需要守一守 以后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守空 那么这个子孝太低了 一定是尖角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病 对对对 这个主持人说非常好 就是说他走完这个子以后 这个子的子孝就垮掉了 别的地方都差不多 别的地方都差不多 我们回头看 你看这个子是无辜的 人家是先下的 小飞手脚是无辜的 所以说他这步骑无论的时候不能 我觉得要守也只能守这 他可能还是担心打入 但我觉得打入也管不了了 要守也只能守 因为下一步他跳起来 他有骑下 当然守了这以后好像也 这个棋比如说他拦过来好像 黑棋也很一般 所以说这盘棋 我们想给 请我们把这个地方重新回顾一下 所以为什么说呢 可能当时他是没有觉得黑白棋 这几个很厉害 当他猜的时候他一定后悔了 这看起来挺花哨的棋 没觉得有多少实力 所以这时候来看 也许应该这个地方再守一步 可能这才是当务之急 先把这个飞给防住 所以如果你跳头 我再分割你 如果你不理的 我就压过来 其实压过来非常厉害 我们就算这样 我们不太动脑子压过来 我们看到白棋很尴尬 上下都被欺负 然后现在我们就不会考虑 黑棋什么不活的问题 对不对 白棋得考虑 黑棋就大模样怎么进去了 黑棋至少主动全在黑棋 而且压过来以后 这个子也没用了 我估计他下阵的话 白棋一定会跳头 有了这个交换以后 这个靠战术就不成立了 我觉得这才是 鸡盘棋的一个重中之种 实际上被很轻描淡写的一个套招 虽然连续拖肩抢大厂 对白棋在这花了好几手棋 看起来指效很低 但是由于黑棋25 如果我们假定 黑棋的25是只能这么下的话 这部回猜就只能这么下的话 马上白棋的指效全部闪闪发光 这部棋实在太低了 指效这部棋是吧 实在实在指效太低了 然后主要是又被白棋 把最大大厂给占住了 对 其实下到这里 这盘棋已经很困难了 我们继续看 白棋立下 对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一旦是Mark的占优以后 他会下一些非常非常 我觉得让你绝望的棋 这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主动思路这要打 这要长甚至要破空 为什么说非常绝望 因为他占优以后 他会把空送给你 他觉得他已经够了 我都不打入了 我下了阵 你能把我怎么样吗 我们看到你是不是只能围 然后我再下来 你不走 我又下来了 以后你围我就给你了 因为他的之前占优以后 他的算总账 他已经够了 他就会下一些我们来看实战 对非常稳健的棋 我们看到你走 你会发现你的对手完全没有脾气了 我觉得这些 如果是别的高手的话 至少不会下那么稳健 你看他这里已经那么厚了 还在不停不及 然后你走他就引 我们要看到你走他就引 对 你是不是很无奈 然后你想想这贴很大 你自己完全被欺负 你只能过去了自己 这个棋刚刚他飞到这的时候才30几周 我觉得他就已经有优势意识了 我觉得下完25他一定甚至认为他已经胜了 就下完这个棋他觉得他就已经赢了 如果你他知道他的数据的话 他一定是接受是一个绝对的优势 因为25从职业起手的紫销上来分析 确实已经崩溃了 这个紫销 上面四楼棋子销已经崩溃了 因为别的地方是一样的 别的地方白棋并没有看出有明显的问题 然后不你看到这种棋 你看他在下这种棋 我相信棋我们就懂了 如果你的对手老师下这种棋 你也应该知道你的棋基本上很危险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知道猜二这种类似的棋 都是最对老实了 对 他已经不求什么继续扩大战果了 他只求赶紧和你下完点 对 然后我们看到你这些棋他都硬上 对 对 然后我们都硬 你的都是你的 那朴婷环这个棋 那他的问题出在哪呢 三十几手 应该说二十几手的时候 就已经不太行了 甚至这个棋我觉得被拆到的时候 确实可能已经很难下了 被拆到这一手 已经很难很难下了 就是其实这一条边的这个局部 比别的大产要大 就是因为他拆过来 你这个子会变薄 主要是这个位置不好 如果在这就没事了 但你不可能上来自己煎 你表飞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这个子太奇怪了 我们把这个脚摆弯了 也就是说一个子的子效 就是影响 基本上就定胜负了 对 因为它因为它补不了 它只能扩张 然后这个尖它绝不吃不死 吃不死实际上放到活了 放到活完 这盘棋应该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黑棋的实控 实在是太可怜了 应该是一个大差 这个时候 对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下面有20木戏 白棋 这地方至少有20木戏 白棋已经40木了 这地方10木没问题 因为50木了 然后活那个角 多少有几木戏 我们看到黑棋的 这个地方也是20木戏 这个地方10木还没有 那个大胖子估计也就是20多木 所以说黑棋很难到50木 而白棋已经50多了 据说马斯特还手过先手 全面白棋都已经领先一些了 对 然后马斯特手过先手 然后我们看到 白棋的所有的地方 都是犹如一块铁板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觉得早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白棋的生活 这个组合拳 我们可以学一下 我感觉是吧 对 这个组合拳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犀利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我们要是跟业余棋手下的话 应该能占不少便宜吧 对 我觉得这组合拳 下完黑棋已经有些被动了 好 那这盘棋的精华 也就在组合拳那一块 后面我们也就不继续摆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